肺炎吐血案例 我的胸痛是有减轻的 但是客寿还是持续 因为我是卖糕点的小伴 都是我自己制作的 所以我每天凌晨12点 就要开始起来准备了 6点就出去开档 一直忙到我晚上7点 才睡3、4个小时 又再重复起床 又再重新准备 每天都是这样子颠倒的时间 所以我的客寿一直都不好 2017年5月中 有一次一连续5天 我大量的课血 那时喝到全身都出汗 人很辛苦 呼吸也辛苦 5月22日的时候 我去诊所照X光 然后医生跟我说 我的背部是有问题了 要我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和治疗 但是身边的有些朋友 去做治疗 过了一段时间都不在了 所以我觉得 用其他方法来处理我这个咳嗽 2017年7月20日 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 打赞召喊原始点推广中心 寻求协助 师傅除了帮我按推 还教导我运用内外热源 如何凹凸姜汤 温服 还有要有充分的休息 运动更重要 心态也要注意 听了张医师完整的演讲视频后 我就很积极的落实原始点去改善我生活的方式 例如我每天会熬煮50克干姜片 及早我都会用吹风筒来吹干我的身体 我每天会爬楼梯10至15趟 做无仰卧10至15次 有时在客厅沿地跑步 有时也会做一些拉筋的动作 我的睡眠也改善了 我每天至少睡6个小时 不再像以前才睡那3-4个小时 我也用DIY工具来自己做安推 落实原始点的方法才短短的两个月 我的情形改善了很多 我不再咳嗽了 也没有咳血 我的精神体力也很好 我驾车也不会打瞌睡 之前我爬楼梯爬了层 我就管得很厉害 现在我爬10至15趟都没有问题 我很感谢也很感恩 将一时研发原始点 让我能够改善我多年的客售 所以2017年10月份 我决定加入马来西亚 将召喚原始点汇管中心当志工 希望通过我的案例 让大家见证人体的修复能力 用对的方法 一定可以解决疾病和活的健康 处理前 处理两个月后